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唐代彩陶的代名词 可是唐三彩只是唐代瓷器的一部分 基本上是名气或用 主要用于隋道 在唐代还有一种瓷器 属于生活用瓷器 而且它比唐三彩更加精美 即使在当时也是典型的高档货 这种瓷器是什么瓷器呢 为什么专家说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复制了呢 接下来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这种神秘的瓷器 叫脚胎词 最早的脚胎词出土于1971年 是在唐一德太子墓里出土的 关于义德太子墓 长久起来 人们似乎一直关心着墓主人传奇的身世 大唐中宗理 显得长子 本来体定是大唐帝国的接班人 却因为一句议论张氏兄弟的话语 被一代女皇武则掀杖毙 死时 年仅19岁 义德太子的墓早就被盗过 但仍然留意了大量的壁画 和近千件陪葬器 而其中最珍贵的 当属那件脚胎骑马鱼 这件脚胎骑马鱼在造型 尺寸等方面 与其他骑马鱼别无二致 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花纹 花纹由黑白两色的线条组成 这种线条很流畅 而且线条的粗细 走向都很随意 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就像天然形成的大理石纹 或是树影的木纹 用一个现代的词来形容 就是随机 自然和从容 神奇的还不止这些 起初 人们以为这个花纹是手绘上的 难道早在我国的唐代 人们就有了抽象画的意识了吗 可当看到脚胎瓷的断面时 人们才发现 这种花纹不是简单的用 又彩画到瓷器表面的 而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泥料 搅合在一起 自然 形成的 也就是说 脚胎瓷从来到外 瓷器本身自带的一种纹路 此后 在全国各地 陆续出土了一些脚胎瓷 其中有枕 波 板 盘 高足背挡 但是数量很少 一共也只有十多件 为什么数量会这么少呢 第一个原因是这种脚胎瓷的制造工艺很难 经过研究 发现脚胎瓷的生产工艺一共有三类 一类是将两色的瓷泥相间着 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 直接揉合在一起 然后 依次拉环成形 第二类是把搅好的胎泥 切成各种薄片 然后再粘合成想要的形状 第三类更有意思 是把搅好的瓷泥 切成更薄的薄片 然后包在已有的胎体上 形成一层脚胎的蒙皮 不管采用的是哪种生产工艺 最难的都是如何将两色的瓷泥 既要均匀的搅合在一起 即使经过火烧 也不会出现分层现象 又要保证两色之间的界限分明 形成工价所需的 鲜明的花纹图案 第二个原因是阴维生 缠脚胎瓷的窑场都在北方 根据资料记载 从唐代出现脚胎瓷起 到宋代极盛一时 能烧制脚胎瓷的窑场 有拱献窑 当阳玉窑 鲁山窑等 他们基本上都集中瓷坊地区 而自1127年 靖康之变起 随着金兵的多次难犯 北方的窑场几乎无一幸免 全被破坏 本来就是少数的掌握脚胎瓷记忆的遥功 也死了死 逃了逃 神奇的脚胎瓷 在宋朝之后 便再没有生产出一件 如此精美的脚胎瓷 它曾经是皇帝和高官们 才能用得起的高档瓷器 今天我们只能在少数博物馆里 才能看到它 更令人遗憾的是 生产这种脚胎瓷的记忆 已经彻底失传 今天的人们 再也无法再复原这种神奇的瓷器了 文兰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 本文撰写 特约历史撰稿人 张鸿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